此时此刻我相信只能用四个字实至名归来形容 对不对 最闪耀的绿海让我们看见你们 欢迎王源 那我们首先有请王源这边彭琪 丁腾荣誉分享一下荣誉感言 哇下台一趟又上来了 首先还是一样 感谢QQ音乐巅峰盛典的认可 让我得到这个荣誉 年度巅峰音乐人 其实从我开始写歌到现在 一直想在音乐这条道路上 一步一步走得更加踏实 然后写出更多好的歌 唱更多好的歌 也让更多人听到我的歌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荣誉 对我来说是一份鼓励 也是一份压力 但是我觉得还好 没有太大压力 因为后面的计划 不管是演出的计划 还是包括后面歌曲的计划 都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中 稳稳拿捏 对 所以我要说的就是 感谢大家今天的到来 然后希望你们好好享受这个夜晚 在以后 让我们在更多的舞台 跟大家相见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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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来吧 两个荣誉 年度巅峰音乐人他是 年度巅峰演唱会他是 你们最爱的王源 那接下来我要给王源一个很特别的物品 来有请工作人员为我们送上一个箱子 因为就在我们的QQ音乐 巅峰盛典节目单发布以来 我们就发现节目单上的相关歌曲评论区里面 大家写满了对于自己喜爱歌手的期待 接下来 王源 请你看一看 这个箱子里面装满了 十多条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迷朋友们 写给你的评论 都来自于你即将表演的两首歌曲的QQ音乐评论区当中 接下来你已经抽取了第一封了 赶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 这一封很奇怪啊 他叫他所他说的话只有滴滴滴呼叫小圆我是小静 然后后面都是一些形容词了 括号放声歌唱 括号口号 括号摘墨镜 括号露出很甜的笑容 括号1108度螺旋式翻滚 括号拉着气球飞向天空 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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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多很多 最后一句大声呐喊 远远巅峰盛点剑 好 我们就假装自己是小静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喊一下 远远巅峰盛点剑好不好 我们帮小静大声的呐喊出来 来三二一 此刻这个愿望我们都实现了 来我们第二封 好的 好的 这一封他说当时18岁的你第一次唱这首歌 情绪崩溃大哭让这首歌更加动人 今年22岁的你一个月开了五场万人演唱会 巡演版本听起来更多的是放下后的解脱 哦 谢谢 因为我觉得人总是会成长的嘛 在不同的阶段看自己之前写的歌 唱自己之前写的歌是会有不同的心境跟感触的 嗯 回复了这一位粉丝的留言 那刚刚的小静 因为我迫切地让大家帮他喊出那一句话 你有什么想回复他的 呃 下次希望你亲自到现场来 哇 太棒了 说不定有可能他也在现场哦 也在现场就期待 不管是小静还是各位 希望我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够相见 太棒了 好 第三封 好的 这一封说没想到三月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有缘人呢 阳城风暖 我们又在花开的地方邂逅 去年客厅狂欢 那个绿色的梦终究是延续到了今天 而这次又将再次听到你对我说 强大到无往不利 期待原歌在QQ音乐巅峰盛典的精彩表现 哇 他的期待也已经实现了 好 第四封 第四封说 2023年4月29日 你邀请我们去你的客厅做客 那天的橘色天际线很美 谢谢你用如此真诚的音乐 封营我的内心世界 带给我力量和勇气 陪我走过许多困难的时刻 哇 谢谢谢谢真的很感动 当然我想对这个朋友说 其实 当然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太顺遂的时刻 我很庆幸我用我的歌陪你度过了这样的时刻 当然 在我的不开心难过的时刻也是有你们陪着我的 所以感谢 我们双向奔赴互相支持 这是第五封了 第五封 说低谷的时候 圆圆这一首歌一直给我勇气面对生活 希望圆圆可以一直一直唱歌 对 这是一定会的 会一直唱歌的 谢谢 会一直带来更多精彩的舞台和作品 是的 是的 恭喜王源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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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先稍事准备 马上带来精彩舞台 拜拜 拜拜